现在已经进入秋季了 马上也到中秋节了 再过一段时间 秋也就越来越生了 大多数的杂木类的盆景的树叶 也要落 所以整个的叶片 织形都开始有的变得不漂亮 当然有的经过盆景 有的处理也会发出新的叶子 但是我最近淘了很多这种六月雪 这种六月雪市场上都能够买到 而且有的你像苗圃 或者有培养 专门有培养的东西 你像这种六月雪 培养特别有意思 它也是按照盆景的素材来培养的 你看每一个入盆的时候 它就把小苗的根都提出来 最后能长成什么样呢 它是随便的 Y7扭拔的重道里边 能长成什么样就长成什么样 但是对于做盆景来说 对每一棵树 你要每一棵小苗小树 要表达它那个枝条的美 或者咱还有 如果喜欢盆景的都知道 盆景的有一种传统的那个 知识上的一种塑形的一个要求 比方有悬崖的 也有灵水的 也有直盖的 曲盖的 横杆的 等等等等 那么这些美的形象的要求是盆景的一个什么呢 是一种传统 这种传统 你的脑子里 你可以去学习一下 查一查 这样子呢 脑子里有这个概念的时候 对于这种素材 就可以做成多种多样的盆景 虽然小 小不怕 以小见大 所谓 一勺这江河万里 一风 这太华千热 这就是盆景要表达的一个意思 你如果没有这种 平常不去做这种 对于美和那个美学方面的理解 和对这种盆景的这方面的去学习的话 那我想做盆景的事情也是很困难的 这个六月雪还有一个特点 就是咱们现在这种小的这种植株 到处都能够找到 能够到处找到东西呢 就是你不妨亲手的来做一做 来实践一下 这样是每一个盆景的这个艺术 能够走进千家万户 也能够使得它变得更加通俗一点 或者是更接近一点 亲切一点 你要入盆的时候 一定要对盆的盆几架和盆景本身的植物 这些东西有一个了解 我希望这个节目能给大家呢 把这种以小见大的盆景呢 做一个算是示范吧 当然植物是多种都要不一定 每一株植物能长到你的 你要求的或你的心理确 但是呢 咱们可以根据植物的那个形态 来做一个一个一个的小盆景 先把这些个淘来的植株 一个个拆开来 看看能做成什么样的东西 再下一个 这个盆的漏孔都不用垫别的 垫一块小石子就行了 就用原土 适当留下来是能够生长的芽点 这还有一个平行 这个头宁愿不要 一个提根向上的啊 基本上 基本造型先定到这 rendre tylko 把 selectorEl 拿着 我们 아까 这 最后 他们才可以 勺 虽然扭曲 também有一定知道 这 是 我 就 你看 是 我是老楼 如果你也对中国传统文化 很紧艺术感兴趣的话 那么欢迎你在视频下方留言 并且咱们一起探讨交流 共同成长